我也不想一直喊苦喊救命 因为其实现在是一个全世界的灾难 不是只是你一个儿童剧团而已 好不容易得到疫情去缓解封 票房却没有跟着回温 儿童剧团团长也是知名儿童节目主持人的赵自强 坦承目前状况悲观 景气很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卖到九成卖满的 那现在呢我们到我们实质卖票大概在两成 两成多一点点 超乎我们原来的预期 我回温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流浪狗就是流浪狗 找什么主人回什么家呀 七月中的演出只卖三成 距离七月底两场演出剩四天 也只卖出一成多 曾宝一还在脸书贴出金世杰和普学亮 联名催票的手写海报 担心赵自强二十年来心血付诸流水 要大家帮帮忙 最糟糕的话剧团可能会在九月卸业 金世杰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怎么样啊 有没有实质的马上的票 我说不可能你这么一讲马上就来买嘛 它还是有一些差别 强歌是特别的少数 我没抽到 我本来说我如果抽到的话 我还可以捐 是六百块嘛 这六百块我还可以捐给我自己的剧团 目前刚好碰到一方券发放 希望民众多到剧场为剧团加油 因为一场演出 光是不仅舞台道具成本就占四成 人事费五成还有行政支出 至少卖七成才能打平 随疫情趋缓 七月份舞台剧重启 明花园第三代的儿童剧团 以牛魔王的死作为开场白 让小朋友了解死亡 剩余位置不多 还有儿童歌舞剧 冲把花狐宝贝 政府祭出振兴三倍券 一放券等优惠 剧场人也喊话 希望能为已经低迷半年的儿童剧团 重振士气 TVBS宣秀明正流雨晴 台北最后报道